。 了解了association analysis 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介绍的所谓的全基因体关联研究 Geno-wide association study,我简称叫GWAS GWAS常用的资料形态是从SNP chip来的 这个whole genome的SNP genotyping data 那就像这个图这边显示的 那SNP现在可以一次提供 几十万甚至到几百万的这样SNP marker 那第一个成功的那个Geno-wide association study 是Kline等人在2005年发表的sign上面 对黄斑性病变做的全基因体的关联性研究 那在COMS1上找到一个重要的association signal 而且后来可以被实验证 那这几年来实际上有相当相当多的GWAS的 paper已经发表 那最早刚刚刚说的是 在2005年的时候 在蓝色体液上面 找到了这个跟黄斑性病变有关的 这边基因 那再来呢 后来就过了到2006年 到2006年之后呢 那我们发现说 又多了一个报导有关这个 心血管疾病的一个GWAS的结果 那再过了半年到了12月 又多了三根这个新的大头钉出来 那再过半年再过半年 所以我们就一直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头钉 钉在这个蓝色体上面 那不同颜色代表是不同的疾病 那所以可以发现非常多 几乎到后来 所有的蓝色体上面 都有不同疾病的疾病基因的位置 那到了2018年的5月呢 那这边大概可以看到说 实际上已经非常非常多的疾病基因 被找出来了 那2019年那有一个summary是说 总共大概将近有7800多篇的GWAS的paper 找到了大概11万多个snip mark 以及大概16万个snip 跟delice之间的association 然后已经被identify出来了 那GWAS的流程呢 基本上大概是像这个样 那一开始大概可以做 例如说做case control study 然后或者是来做跟疾病的关联 或者来identify一些重要的 quantitative trade的基因 那把sample recruit之后呢 那基本上就会做一些snip的typing 那可以是snip array 当然也因为现在是说 NGS次第定序 也可以来得到这snip的information 那拿到了这个phenotype data 以及这个genotype data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 所谓的association analysis 那association analysis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先会进行 所谓的单点 single locus association test 那得到的结果 Holgenome得到的结果之后 就会 summarize 成这一张所谓的mehattan plus 那这个不同的颜色 代表的是不同的蓝色体 那纵轴代表的是 这个association study里面得到的p value 那只是把它取得full log of 10 所以现在以前p value是越小越好 那现在取了full log of 10 那就是指越高就越好了 也表示它越跟疾病相关了 好 那做完这个genome associated study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要对结果基因不做解释了 那这时候就需要用到 我们之前谈到linkage disequilibrium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identify到这个snip marker 它有没有落在基因上 如果没有落在基因上 那它可不可以透过LD的方式 把这个snip跟附近的基因的snip上面连上 用透过LD把它连上关系 然后来解释这个基因对疾病的关系 那除了这部分之外 另外一个现在GWAS很重要的就是说 必须要能够replicate 那replicate的一个可以说 用拿independent sample来做 或者做一些cell based study 或者是做一些 例如说那个老鼠实验等等等等 冬物实验 来验证之前GWAS找到结果 那另外呢 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OMIC study 透过一些functional categorization的方式 来说明所找到的重要的snip 或基因他们事实上是 确实跟疾病有很重要的关联 好 但是在做GWAS的过程中 不是只有association test而已 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的资料的前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这个前处理的部分没有处理好 那很容易让你GWAS找到一些 所谓的 false positive results 那data的quality control的部分 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大概就是sample的QC 那第二大部分是所谓的mark的QC 那sample的QC的部分 一般会做的检查 包括所谓sex check 就看看受视者他自己说的性别 跟他的性染色体 呈现出来的基因上头的性别 有没有相同 那第二个是会去检查说 每一个sample 他做出来的snip rate 那他的call rate有没有够高 如果太低的话 表示可能是DNA品質不好 应该要把这个人删掉 那也会做一些所谓的HOMO-LGAS check-in 也说看看他的染色体上面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可能甚至染色的印藏 所造成的 那这样的sample 在GWAS里头 一般会先把它删除 那另外就是说大部分的GWAS 基本上都是会假设 sample之间是independent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透过那个 GENOM的一些data 以及一些IBD的指标来判断说 这些样本之间有没有一些人 有一些所谓的假性的亲属关系 那如果发现了说有一些pairs sample 他们有这样的假性亲属关系的话 那就要把其中的一个有关的一个人 把它删除掉 那可以透过 如果这个人的 譬如说资料的品质比较差的 我们就先选择把那个人把它删掉 那再来是说 如果我们做的是 所谓的case control study的话 那这时候很容易受到 所谓的population admicture 或者stertification的影响 那这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要做一些 所谓的divergent and sensual check 来看看我们所研究的 这个sample 是不是真的来自homogeneous 的population 那但另外另外方式就是 我们会透过 所谓校正principal component 的方式来把这个人种的干扰 把它去除掉 那这是sample QC的部分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所谓的marker的QC 那最常做的marker的QC 大概就会去检查说 每一个sniff marker 它的giotyping code risk 是不是够高才会留下来 那它的minor allure frequency 是不是也够高 那太低的话 可能会考虑删掉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information 那再来是说我们会去检查 这个sniff marker 有没有违反所谓的 哈利-Weiberg equilibrium 那如果不满足哈利-Weiberg equilibrium 那这样的sniff marker 也应该删掉 那这样最终会得到一个 比较clean的data 才会用这样的data 去进行所谓后续的 基隆外的association的test 那再来就是谈到说association test的部分 最一般基本的基本款 大概都会做 所谓single marker association test 那也就是一个一个marker 去看看跟疾病 或者quantative trade之间 有没有关联 那当然 事实上还有一些更进阶的方法 例如说可以考虑所谓的multi-local approach 那像所谓的window base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quantative 处理成一些sliding window 让它从头到尾这样 扫过整个gino 那或者是做一些gine base 找一些生物上头有意义的基因 那去检查这些基因里头的 这些sniff marker的整合的效应 这疾病的影响 那再更进一步 我们甚至可以去考量 所谓的passway 那一个passway里头 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基因 那如何把这些有关联的基因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一起来做一个整合的分析 来判断说哪些passway跟疾病有关系 那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genome-wide associating分析的方式之一 那因为有相当多软体 都能够做这个genome-wide associating study 那特别是像很有名的 像prink这个软体 就能够很广泛被用来做GRS 那我们的另外一套课程里头 有对这个prink做一个详尽的解释 以及实际的genome 首先的分析的实力分析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去学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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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